Hello 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M10P 相機 Hello 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介紹這部M10P 這部就是M10 這部M10P 外觀來看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那個Logo 三兩座 變成是一個文師 反而另外一方面 在頂部拍了Leica的字樣 這是最大的外觀上的改變 因為Leica 很多時候 基本上你看到它的外形 你已經知道 這一部是一部Leica 根本的Logo 都是不重要的 另外Leica 用在街拍的時候 會比較多 低調一點 其實對於攝影者來說 是比較方便的 還有一樣是改良了的地方 就是 這個是看不到的 不過聽到 就是Leica的快門的聲音 這部M10P 改良了Shutter 現在我聽一聽 嘗試一下 因為這部是新機 我會安裝一個鏡頭 我把蓋蓋蓋住 把它貼在我的身體上 大家去聽一聽 這部M10P 和M10 還有一部就是M6的TTL版 它們有什麼不行呢 現在這個是M10P 剛剛拍了三聲 現在就再試一下另外一部 現在我試一試 拿一部M10 上一個版本 同樣是六十分之一秒 和他都是按滑的 ただ黯度 開始連拍三下 大家看到這個收音分別 �滑地 estat體三聲音分別 相差頗軟 我再把M16ってる 兩自son 同樣是按完的 M10P的声音是比较小的 还有一种不同的地方 M10看照片时是不能动的 这个是M10P 当M10P的时候就改良了 就是触摸镜 但普通标准是不能动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部是M10P 我们来看看 标准部份是保持之前一样的 虽然读它也没有互反应 但你看照片时就不大分别了 我特意除了手套 因为手套是不行的 基本上你用到电话 你都可以用到它的功能 这样可以上一张 下一张 转上 转圖 放大 上下左右退 縮圖 这个操控也是很流畅的 不错 不错 之前保留的功能 是可以继续使用 按针来移动 这个是保留的 没有变动 我们现在看看相机的平衡尺 其实它有分两样 一个是前傾后傾 好像不可以这样 这个是傾前 这个是傾前 这个是傾后 你看到两边 这个 现在这就对了 左右两边是代表的 至于左右 不同的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正确的水平 然后前傾后傾 就要这样移动 这样就是 所有都是平衡 还有一样东西 其实 就算戴着手套 它都可以移动 触摸到 触摸到 这个有什么用呢 所以在这里 譬如说 之前是全部在中间位置 去设计的 这个是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当你按了那个点 像现在这里 我按左边 按了 然后如果你放大对支的话 它就在左边这里 如果你在右边 就看到这个格子在这里 在右边这里 这个就是 这个touch screen 发挥的作用 其实我们不时 会有摄影器材的介绍 虽然三月两月 讲不了太多细节 但是呢 如果你是想知道更多 就欢迎来到 我们尖沙咀的门市 去参观 和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你给个like 和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 记得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